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颜色蔓延上来 我看着它在我的血液中流动 我试着闭上双眼 发现它并不存在 我摔下头 房间恢复原状 我又能动了 痛苦 极度激烈 但我变年轻了 我抓紧了生气 贝尔格雷夫广场 在1820年以前 贝尔格雷夫广场是伦敦市与附近骑士乔村之间的乡野农地 当时的人将这块土地视为沼泽及斗权者的巢穴 之后地主们与出身上流社会且势力庞大的 格罗夫那家族合作开发这块土地 借此让伦敦的版图得以扩张 这张工程完成于1825年 制作广场面积达到10英亩 其四个角落与罗盘上的四个方向完全一致 曾经有许多英国名人在广场旁排成一排外观大同小异的建筑中居住 包括外交大使 政治家 以及可能是当地最有名的人士 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 肯特公爵夫人 我猜搜垃圾那天一定非常有趣 哈喽 公爵夫人 天哪 你有好多空瓶子要回收 那时候跟我没回收吧 还不知道有没有空瓶子 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的首次搬迁到白金汉宫时 只不过登上王位庶舟 她就评论道 我在白金汉宫过得很愉快 只是她在发现这座宫殿寒冷 发出没臭 空气不流通 且想到不足以符合其他需求之前说的话 这里原版的建筑是由白金汉公爵所建造的私人住所 英王乔治三世在1761年买下了名副其实的白金汉大宅 并将其送给他的妻子 夏绿帝王后 乔治是世在1820年取得王位 而他打算将白金汉大宅升为王公 再厚大喜宫的国王 顾请了建筑师约翰奈许进行工程 而奈许将原本白金汉大宅放大为两倍 增添了一系列新房间 拆除了北边及南边的侧厅 并将其重建为较大的厅堂 且在庭院中设置了巨大的大理石拱门 再怎么说 庭院怎么可以没有大理石拱门呢 不过 要是想找伴侣一起到那里散步 千万不要找我 奈许对建设新王公兴致勃勃 因此他的预算也暴增了 约50万英镑 他在1829年被解雇 而乔治四世则在隔年去世 此时王公尚未完成 乔治四世的经验者 也就是他的兄弟威廉四世 监督白金汉宫的工程直到完工为止 那从来没有住在那里过 伴多利亚女王是第一位将白金汉宫当作住宅的君王 而从改建开始起算 时间几乎已经经过了二十年 这种工典 感觉不太美好啊 各种悲剧啊 1832年10月16号 至威尔斯王子 亲爱的伯蒂 在昨天晚上用完晚餐之后 我收到你前一天寄来的信 信里有提到你想去圣彼得堡的话题 我提到你想到俄罗斯看看 而最重要的是想出席艾利克斯的姐妹的婚礼 且达哥马应该很想借由这次机会 看看 到 看 机会看到自己友善的 因亲长的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这件事情很自然 但我得承认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主意 首先 对你来说 我觉得这不是个前往当地的好季节 其次 你造访圣彼得堡 如果你记得的话 就像两年前 你想和其他王位继承人 一起去参加达哥马的婚礼时 我跟你说过的话 一样 应该只是为了去旅游 而不是为了去参加这种聚会 而第三 就政治角度而言 我认为政府高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这是我反对这件事情的理由 而且 我还可以 新增另一个理由 亲爱的孩子 你知道我经常暗示你 你真的太想安静地待在家里了 总是到 总是在外面到处跑 这个国家 以及我们所有人 都希望看到你能够更为沉稳 因此 我很希望 今年秋冬时 这个期待可以成真 而 然而 如果你现在还是非常想去 我也不会阻止你去 绿人 在1660年 英王查理二是想 在不离开皇家领地的情况下 从海德公园直接走到 圣詹姆斯公园 他真的有够实际的 他下令建造所谓圣詹姆斯公园上层 藉此连接其 之前提及的两座公园 以便通过不属于皇家领地的区域 这座公园在1746年改名为绿园 之所以改名 理由来自一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 那凯撒林王后 发现查理国王从公园中摘花送给其他女人 在嫉妒之下 他下令移走公园中所有花圃 这座公园也因此完全变成绿色的 至今这座公园依然没有任何花圃 对我来说 我会比较在乎他从公园摘花送给其他女人 这有什么关系 怕他找办吗 还是怕他找不到花多少 1840年 爱德华牛津试图在女王的马车经过绿园外 刺杀维多利亚女王 他朝马车开了两枪 两枪都失手了 他很快遭到制服 这是女王第一次遭到性命威胁 总共有巴士 他当时还怀有身孕 女王也是不好当 被刺杀了巴士 圣詹姆士公园 在公园及宫殿出现之前 这里曾经有一家医院 追溯到遥远了1267年 当时圣詹姆士医院是一家 专门照顾女性麻风病患的医院 作为疗程之一 那些病人在医院周围的沼泽地工作 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在 是为医院养猪 好让医院得以贩售 很少医院透过贩卖养猪 来筹措资金的 英王亨利巴士在1532年 取得了这块土地作为猎场 因此圣詹姆士公园 成为伦敦最古老的皇家公园 亨利巴士将这个公园作为猎场 伊丽莎白女王则将在这公园 举办奢华的聚会 英王詹姆士投资了这座公园 并在公园里增设了许多花园 以及一座充满真情异兽的动物园 当英国内战即将结束时 英王查理从詹姆士公园 开始他最后一趟游行 一路前往怀特霍尔宫 并在那里接受死刑 查理阿斯最后一位 偶尔照料圣詹姆士公园的君王 当他去世后 这座公园成为犯罪活动 及妓女猖獗的地点 身性放荡的罗特斯特伯爵 约翰威尔莫特写了一首诗 名叫做漫步于圣詹姆士公园 其中巨星迷遗的描写了 公园中发生的丑恶事件 我也曾读过这首诗 内容绝对是儿童不已 而且很难称得上是一首诗 对是封面的 对是封面的 是封面的 即可 能否划 写的 写的 写的